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我這個頻道 這條影片想和大家分享兩個不同的妝容 畫面左邊的就是我想電視或者電視節目化的妝容 右邊就是平時拍YouTube和日常妝 準備好的話就要看我素眼啦 首先要幫皮膚打底 我用Facial Oil 慢慢massage進去皮膚裡面 然後塗上一個很厚的潤唇膏 日常妝主要就是皮膚不要太大負擔 所以就不會上粉底 我會用底箱和防曬來做一個base 很薄的幫皮膚上一層保護膜 上鏡妝就會上全面的粉底 用一個濕水的海綿把粉底推開 然後再用深色的液體胭脂去做陰影 用海綿的另一邊慢慢把它推開 令到輪廓更加有立體感 上了底妝之後我們先不要上遮瑕 讓皮膚吸收一下粉底 之後就開始畫眉了 其實眉兩邊都一樣的 我最喜歡用一些幼的眉筆 慢慢勾畫眉 將眉底畫了之後 再慢慢加深全眉 日常妝就會用一隻比較貼近膚色的遮瑕膏 塗上整個黑眼圈和臉其他暗沉的地方 上鏡妝就會用這個三色的遮瑕盤 首先用最深色的大範圍圖在眼底 然後用海綿推開 之後再用淺色的上在鼻樑和嘴邊 還有這些看到血管的地方 日常妝我就少用碎粉 不過上鏡因為要打燈的關係 就會要滑一點 把碎粉加上去我們這個粉撲上面 之後轟轟轟轟轟轟會均勻 之後把她押上面 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 這個粉撲可能是一個化妝師送給我 他說 演員是需要一個自己裝熟的粉撲 他寫了我的名字在上面 到眼影部分 日常妝就會用一個大地色系 用手指將一個淺啡色 上了整個眼尾 再用眼影掃把深一點的啡色 塗在眼頭和眼尾的地方 再加少少在下眼前的位置 然後用閃粉把它放在眼睛中間 在眼珠上面和下面 這樣會增加一些立體感 再用一個近膚色的眼影 blend開眼睛周圍的部分 鬆開眼影 而上鏡子我們首先用啞色淺色上全眼 啞色的蜜桃色放在眼蓋中間 再向左右推開 珠光的粉紅色就在眼蓋的前面 然後珠光的橙色在眼蓋的後面 再用珠光的深紅色放在眼頭和眼尾 加深眼睛的立體感 再加一些珠光的粉紅色 近下眼尾的位置 加大我們眼睛的範圍 然後blend開眼影 我平時就喜歡用啡色的liquid eyeliner 看上去比較自然 而上鏡子我通常都會用黑色的眼線 會畫得比較粗 而且會拉長眼尾 再用setting spray噴上這個眼線掃 點上深啡色的眼影 推開眼線 這樣看上去會比較自然 兩邊我都會夾一夾眼睫毛 日常妝就會用啡色的睫毛液 我覺得這樣看上去真的眼睛會比較自然 而上鏡子就會貼上假眼睫毛 把眼睫放大一點 再貼上網狀雙眼皮膠紙 最後我們會用眉粉較淺色的部分 掃一掃一個鼻影 可以收窄鼻頭 這樣就沒有豬膽鼻了 還有化妞眼妝 通常都會覺得調味不夠色 那我們再補一補吧 另一邊都一樣 再用深色啡色放在雙眼皮摺痕的位置 加深你的雙眼皮 還有下眼線的位置 去放大眼睛 下眼線再塗黑色的睫毛液 眼頭和眼套再加一點點粉 再增強它的立體感 兩邊再塗上胭脂 塗在高一點的位置 這樣就會看上去更年輕 日常妝我用一個半透明的唇膏 另一邊就會用一個淺色一點的唇膏 打底遮蓋了我本身的唇色 然後中間再上一個漸變深色一點的唇膏 這樣就完成了 左邊就是上電視上鏡的妝 右邊就是日常和拍YouTube的妝 兩邊都很不同的感覺 不知道你又喜歡哪一款多點呢? 大家在下面告訴我 你喜歡我哪一款妝多點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拍這些化妝片 都會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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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